也就是像是飲料裡面的啊 糖漿啊 或者是人造的這些果糖的話 他九天就可以看到 他脂肪肝已經開始逆轉 哦 成效極好 既然我先剛檢查說 已經有脂肪肝了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來消除 我們不可能 永遠跟快樂的食物說再見 對啊 但是美國的研究就告訴我們啊 讓這些小朋友呢 只要九天喔 不碰觸這些果糖 也就是像是飲料裡面的啊 糖漿啊 或者是就是人造的這些果糖的話 他九天就可以看到 他脂肪肝已經開始逆轉 哦 成效極好 所以這個減糖九天 是指一般的果糖 他們做的研究是果糖 果糖是存在於 很多的快樂食物裡面 飲料類啦 或者是這個零食類的都有 嗯 那水果呢 水果的果糖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限制 因為它是 裡面還有很多的這個 就是膳食纖維在裡面 是 可是因為之前我們下在經濟學友 有好幾個醫師來 他們就強調就是說 不用吃水果 不是 就叫水果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而且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病友 什麼拔辣什麼的也很甜 對啊 很多病友是只吃水果 也得脂肪肝的 這樣怎麼辦 也會因為呢 我們台灣的農業非常的精進 所以很多的水果是改造之後 非常的甜 所以甜的水果其實 適度飲用就好了 我們不能說水果都不能吃 因為畢竟呢 我們剛剛有講 大腦是需要葡萄糖的 可是這兩個摺青哥都有做到啊 少做多動 誰是快走 你走兩個小時吧 對啊 我們要去跑步耶 跑步要走兩個小時 尤其練拳有什麼的 奇怪 我怎麼還會有脂肪 我想不懂耶 所以呢 那個摺青哥就應該要來檢查一下抽血 看一下是不是內分泌有問題 是不是血糖有開始高的問題 或者是膽固醇三串甘油脂 這一些有就是異於常人 有些是譬如說高膽固醇的家族 你別看他瘦瘦的 他其實膽固醇都是300多 那個是先天有一些基因的缺陷 所以造成這個容易這樣子堆積 那這個是目前為止 都是有一些藥物可以做治療的 是 那如果想減重的話 可以吃些什麼東西比較好 高蛋白的新鮮食物的時候 就是運動完的時候 吃的時間點最好 譬如說無糖的豆漿 雞胸肉 或者是那個茶葉蛋的蛋白 茶葉蛋 不要吃蛋黃 蛋黃不要 然後你可以吃三四顆的蛋白 對 攝取這個蛋白質 那如果說是動物型 家裡有賢妻良母 有這個好主婦 新男主廚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做一些 譬如說是沒有腳的動物 就比兩隻腳的好 兩隻腳的又比四隻腳的好 譬如說吃蛇啦 我不是因為他叫魚 魚肉 比較好吃蛇 不用說蛇是不是 蛇就有點難 就有點難 你會害怕這樣 大概就是這一方面的食物能夠增加 再來呢就是譬如說蔬菜水果纖維的東西 就可以多吃一點 像在國外你可能就可能 常看到他們會吃小黃瓜條 或者是紅蘿蔔條 對 因為這個攝帶方便 芹菜呢 芹菜 西洋芹菜也可以 對 就這些東西都會讓你有 雪的感覺 然後又會有保足 對 那如果喝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有聊到的 就是氣泡水 它是可以有這樣的飽足感 尤其是冰的 大家可以試看看 對 常溫的它效果可能沒那麼好 但是冰的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好 好